又到了每一个星期砸一回炒的时候了 然后今天小北风溜着 我们两个炸炒 真冷哈 动手又动脸呢 老公这些一回能炸完吗 想法都炸它呀 我怕没定装啊 那行我先上去摆去吧 这个小北风的银子 就说是太阳子了 这个小北风的银子 这边也很炒了 这个小北风的银子 在我家里的这么多 中文字幕开放 所以我一想你 这个小北风吹 的一种银子 这边是一种银子 这边是一种银子 我看不懂的银子 那边是一种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车就炸了这么多 还得有一车 然后一会儿把它们全部都炸完 这是我们家刚炸出来的草 每一个都是一样长的 每一个都大概在二寸左右 这样牛吃的就比较快 最后的一小吃 然后这就炸完了就没有稻草了 接下来如果再吃就得要买了 这牛棚里边现在全都是灰呀 那门开一下放一会儿 不用它这边北放它直接都吹回来了 你没看全都奔这边守的 你出来待会儿 现在家里边只有这些鱼粮了 这些大概能喂个五六天 然后现在还有34包炒块 还有34包个炒块 接下来就得买稻草了 我们家这三十张嘴实在是太费钱了 老公新草是不是快下来了 能不有卖的了吗 有卖的了哈 最近的价格咱也不知道 反正应该能 这点最多喂一个星期 你们又得买了吗 是啊 还有点草包吗 草包等后期等过年的时候喂呗 过年的时候不愿意长草了 反正喂 那也行 那这两天就想着买草 买新草 买新草呗哪有沉草了还 嗯 没有沉草了 但买一车 但买一车也不一定能出栏 但是先买一车呗 行 这一车得几吨呢 一车四吨呗 四五吨左右呗 行行 新草沉 同样装那么多 这一车都得五吨 咱们买一车沉草可能四吨 新草都得五吨 对 它水分没有那么干 对 先买一车呗 买一车不够完再买了 然后咱们啥时候来接着带草草 得等开车了吧 等一等 今年雨水大 今年这个草都湿 再等一等 要不然你那个草湿 你说你都落起来了 到时候里边发霉了 我都浪费了 对 要不怕 今年稍微等一等 发霉了白瞎了 等一等 行 等到个过完年吧 这些草 足够我们家牛 吃上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上次买这批草的时候 是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一吨买的 我们买了三 三吨多 然后是在11月15号 今天是12月29号 就吃了四十多天 这三吨多就没有了 我们接下来又该买新草了 现在还不知道新草的价格 但是希望它们不要太贵 因为今年饲养的成本真的太大了 所有的物价上涨 都让我们两口子给赶上了 好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拜拜 拜拜